胰臟癌有癌亡的稱號 不但擴散快速 根據統計 五年的存活率也非常低 不過如果可以在肿瘤 小於兩公分 都還沒有轉移的時候 就快速診斷出來 治癒率是可以高達八成之多的 臺大醫院跟臺灣大學合作 開發出世界首創的胰臟癌 人工智慧CT診斷輔助系統 是可以幫助醫師 發現CT上肉眼難以偵測的 早期胰臟癌 在全國性實際臨床資料驗證當中 正確率更是高達90%以上 一開始我就覺得 可能是胃不舒服 沒有想到是胰臟癌 原本以為是胃食道逆流 但因為一直發燒胃寒 讓圖先生驚覺不對勁 就一發現被醫師宣告 胰臟癌第四期 第一名張小姐 則是癌症復發 自己已經卵超來了 怎麼又還得胰臟癌呢 我都把我的遺書都寫好了 從一開始的絕望 到清除癌細胞重生 就是靠化學治療 搭配手術 還有免疫治療 腫瘤的組織 然後去做一些基因的分析 那我們會根據它不一樣的結果 來選擇一些藥物 我們在滿早期 就是到這個病人 可能會對免疫治療有效果 手術這件事情 才是目前全球 大概是有機會 根治胰臟癌最主要的關鍵 由於胰臟癌早期沒有明顯症狀 就連電腦斷層 也很容易忽略腫瘤的蹤跡 台灣大學跟醫院合作 開發出世界首創的胰臟癌 人工智慧CT診斷輔助系統 但協助醫師發現 肉眼看不到的早期胰臟癌 而這項重要研究也榮獲 北美放射醫學會年度獎項 過去的研究顯示 小微兩公分也是比較有機會 治癒的胰臟癌 在電腦斷層上大概有四成 是我們難以用肉眼偵測的 人工智慧的這個影像分析系統 彌補我們人的肉眼的極限 像是這個一公分左右大小的腫瘤 單看影像幾乎看不出端倪 就算再放大仔細看 也只能看出淡淡黑影 但AI卻能直接判讀 同時明確指出疑似腫瘤的位置 透過早期精準診斷 幫病人爭取治療時機 找回一線神機 記者問題雨靈雨的報導